白山白川乡白色大道 从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风情的小镇飞驼高山出发 车程大约为50分钟 从世界遗产白川乡出发 总长为33.3公里 车长大约一个小时 就把祁富县和石川县衔接在了一起 白色大道如同绵长悠然的时光 蜿蜒穿行于灵晦之风 白山的山路地带 和壮观的风景浑然融为一体 站在白川乡观景台上 世界遗产白川乡合掌村曼妙风景尽收眼底 有时您也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气势磅礴的云海之中 观景台的背后是山毛举的原始森林 在抵律了三百多年的延峰暴雪之后 依然静默生长 在这里散步 随处可见四季变幻带来的大自然之美 坐落于白川乡观景台停车场的莲茹茶屋 是过往游客们歇脚的好去处 海拔高达一千七百三十六米的三方岩岳 因为此处有飞驼岩 嘉鹤岩 岳中岩 这三大岩峰而得其名 走进登山道 一路能观赏到 生长于亚高山地带的阔叶树 和榛叶树 以及种类繁多的花草等高山植物 这个景点人气旺盛 就连登山新手 也能在此尽情享受到登山的乐趣 除了从三方岩停车场方面登山 还可以从白川乡观景台停车场方面登山 三方岩岳的山顶上 有一条连接着野谷庄丝山和庙法山的北纵走路 只要沿着山脊行走就可以抵达白山 位于海拔大约900米高处的福布大瀑布 是蛇谷八大瀑布中最大的瀑布 落差高达86米 飞泻直下的水花拍打着两边的陡峭岩壁 场面威为壮观 您可以一边在青谷之汤享受足欲 一边观赏日本瀑布白选之一的母瀑布的景致 因为瀑布的细白流水 看上去仿佛是老婆婆散乱蓬松的白发而得慈名 若有若无的潺潺流水声让人忘却时光的存在 从石川县异端的出口出来 就可以立刻抵达具有近1300年历史的温泉流氧香秘境 白山中宫温泉 八千年前的火山爆发形成的蛇谷大地 和白山的地热造就了这个天然温泉 白山笔灭神社 距离白山中宫温泉32公里 是全国3000多座白山神社的总本宫 顺着这条路就能通往金泽市 从岐阜县前往石川县 或是由石川县前往岐阜县 无论是去城还是回城 白山白川县白色大道 都会先临展示它的绝美风景 白山白川县白色大道 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大自然的魅力和神圣 并在每一位来访者的心中 铭刻下五彩斑斓的浪漫回忆